大家肯定很好奇,今天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哆啦A梦作为开场图 因为你在中国看到了新闻,就像这个哆啦A梦一样 它不能说跟原本的事情毫无关联吧 只能说被包装成完全另外一个东西 今天让我们走进中国的官媒 看看中国的新闻是有多假 这里要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里只说官媒 其实我个人对媒体的看法是 一个媒体它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但是它不能篡改事实 只是中共的媒体显然已经开始篡改事实了 今天让我们走进中共的媒体世界 看看他们怎么通过媒体来为你打造一个平行世界的 这个平行世界的打造方法主要分为下面几种 第一,篡改关键信息 第二,断章取义 第三,移花接木 第四,无中生有 让我们一个个来介绍 这个就是大家最经典的 unacceptable等于可以接受 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原文 根据新华社的意思就是有高达89%的受访者可以接受在目前的状态下停火 当然新华社的本意很好理解 就是把泽连斯基的行为描述为贝里迷新 乌克兰的民众都希望现在立刻停火 当然这是粉红的平行宇宙世界 那我们看看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来,让我们看看原文 原文如图所示 其中原文有两段话是比较值得注意的 第一段意思就是大义93%的乌克兰民众认为他们可以在最后击败俄罗斯 而第二段则就是原文中89%的民众不接受在俄军不撤军的情况下停火 这个可以说完全篡改了其本意 直接达成了相反的意思 当然类似的还有很多 比如说decrease等于增长 decrease在英文中本意是减少的意思 但是和上面的unacceptable一样 在中文又变成了相反的意思 让我们来看新闻 这是央视的报道原文 央视称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奥米克戎毒株的出现导致了大量的住院病例和死亡病例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看卫生组织的原文 就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 这边为了方便大家看 我们就如同上文一样 把英文原版和中文积翻版都放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句话也非常简短 就是描述了与上一周相比 死亡人数呈下降趋势 除了这种直接反向修改英文单词 还有篡改时间单位的方式 这种方式则显得稍微隐蔽一些 就如同中心网这篇新闻 网球双打蛋满罐 去超市理货 每天工作4小时 每月工资仅为450欧元 其实一天工作4小时 每月基本工资450欧元 这在中国都算一个不低的标准了 但是实际事实上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月的工资 而是一周的工资 让我们来看新闻原文 新闻原文在标红处清晰的写着 他去邻居家打工 一周工资为450欧元 2020年的时候 欧元兑换人民币比例 还处于1比7.8的状态 也就是人家每天上4小时班 就可以赚1.4万元人民币 我觉得中国人看到真相 都能馋哭了吧 其实这里面的内容 英文都不是非常的难 而我引诱的谣言 也都不是华众取宠的自媒体和小报 华众取宠的小报 每个国家都有 只不过外国的官媒 很少直接出来胡说八道 当然我们的好兄弟 俄罗斯的恶心社除外 中国的官媒媒体人 不可能是看不懂 这些英语本来的含义 他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把你当傻逼去骗 当然这些手段 还是基于传统的文章 去修摆个别词语 略显低疑 那么我们下面看看 这个更高明的断章取义 会有什么样的手段 我们再来看看这篇报道 这是观察者网前段时间 对于香格里拉会议的报道 看看观察者网 是怎么使用技巧 去误导大家的 首先第一段话 尽管每日在会上不断挑唆 但是印度尼西亚为首的 东南亚国家 纷纷表示不站边 并在第二段 开始引用印尼国防部长的讲话 这首先很典型的是 第一段完全是自己的意思 只是配上第二段讲话 就显得很像 印尼国防部长的观点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误导方式 它第一段 完全是他自己的意思 只不过配上第二段 印尼国防部长的讲话 就好像把第一段 也变成了 印尼国防部长的意思 当然 这只是最基础的误导技巧 我们下面看看第二段话 在第二段话中 印尼国防部长强调 亚洲被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荼毒 并表示 中国是反帝运动的先锋 并且在第三段表示 相信中国会担当责任 并呼吁各国尊重中国的复兴 这样一看下来 印尼仿佛就是我们的好兄弟 明面上迫于美帝的压迫 不敢站边 但其实是软站边我们的 但是我们看看原文呢 原文如图所示 画红线部分 它的大意是 我们尊重美国 美国事实上已经证明 他们是反殖民的重要力量 他们是英美最早的殖民地之一 作为英国最早的殖民地 美国一直在为反殖民做斗争 同样 美国支持我们 争取了独立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支持我们的朋友 当然 澳大利亚也是我们朋友 他们同样也支持了我们的独立 所以第二段原文 真实的意思 应该是这样的 印尼尊重所有大国 但印尼奉行不结盟政策 它强调了亚洲 被殖民主义荼毒的历史 并表示 美国是反帝运动的先锋 也一直是印尼人的好朋友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段 第三段的第一句话就是 相信中国会以他们的智慧和仁爱担当责任 那么我们来看看原文是什么意思 原文如下 中国领导人一定会有余担当 并充满智慧和仁慈 因为这是他们的哲学教义 孔子这个中国哲学家一直在教导我们 权力和领导力必须伴随着仁慈而来 这一段话乍听起来有点抽象 稍微有点难以理解 但是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来看 就很好理解了 在上文中 印尼提到了殖民主义 本身想抨击的是 大国要有自己的担当 不能欺负小国 而在之后的段落中 又提到了中国的南海问题 再到这里 他的意思就很明白了 明显是在警示中国 不要仗着自己的体量大 就为非作胆 至于观察者网新闻的第三段 最后一句话 希望各国尊重中国复兴 这也是一句子虚乌有的话 我们再看看原文 原文是 当然我们这些年 也看到了中国 对于反侵略的努力 我们尊重所有国家 这句话突然理解起来 也稍微有点突兀 其实这段话的潜台词就是 虽然我们有争端 但是你们也是做过反侵略斗争的 你们应该知道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最后说印尼也尊重你们 来客套一下 当然这篇讲话的原稿 我也会放在评论区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如果按照一个成年人 有基本的情商和阅读能力 来读这篇文章 这个新闻本意应该是这样写的 印尼国防部长在11日讲话强调 印尼尊重所有大国 只要别的大国不像俄罗斯那样 胡作非为 欺负小国 我们还是坚持不结盟的政策 此外 他的发言还强调 亚洲是被殖民主义荼毒的地区 同时 美国作为反殖民的先锋 一直是印尼人的好朋友 当然澳大利亚也是 此外 其还表示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 其领导人习近平应该遵循中国伟人 孔子的智慧 知道权力必须伴随着仁慈而来 不过虽然我们和中国有领土争端 但是我们还是对其表示尊重 这一下的意思 是不是和观察者网就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中国的媒体一直有一个怪现象 就是中国媒体上除了帝国主义国家 其他全是我们的好朋友 但是一到现实 中国的好朋友就只有伊朗 委内瑞拉 朝鲜 俄罗斯 等几个国家 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媒体一直在篡改事实 篡改外国领导人的发言 通过这种方式 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平行宇宙 一个能让我们快乐的平行宇宙 中国搭建平行宇宙的方式 还有很多 就比如这个移花街幕 这个移花街幕 在对于外国游行的描述中 使用的尤其多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移花街幕的典型代表 就是下面这个新闻 布鲁塞尔人民走上街头 高喊阻止北约 当然这个新闻也被光速打脸 比利时大使馆没一会儿就出来辟谣了 也算是把脸打烂了 比利时大使馆说 当地人民走上街头 是为了抗议物价上涨 而非阻止北约 比利时政府及其人民 坚持支持乌克兰 反对俄罗斯入侵 当然这种花招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新闻 这是澎湃网引用央视新闻的消息 该新闻说 德国多地举行了支持俄罗斯的游行示威活动 然而我们来看一下原文 其原文意思是 反对者上街抗议 对于俄罗斯裔的歧视 这就相当于我是个加拿大华裔 结果因为中国打台湾 导致我在加拿大过得并不好 被其他族裔歧视 于是我走上街头抗议歧视再加华裔 结果在中国的媒体里面就变成了 我是在支持中国打台湾 这可以说是非常的离谱 不过中国官媒每次报道外国的抗议内容 基本上都是错的 比如他报道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事件 卡车司机抗议的内容 其实是反对强制接种第三针 以及进入各种场合需要出示的疫苗卡 疫苗卡是一种类似于中国健康码的东西 结果这个新闻到了中国 就变成了卡车司机反对疫苗 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 把外国人都描述成反制 把游行示威的行动都描述成反制行为 这样大家就不会去追求民主了 而是追求一个聪明的人帮我做决策 就像现在的中共一样 当然这些搭建平行宇宙的方法 还不是最离谱的 他们起码建立在基本的物质现实之上 让我们下面看看最离谱的 那就是无中生有 我相信大家对无中生有这件事情 第一想到的应该就是威尔逊爱德华兹这个人 这件事情的起源让我们来看新闻 中国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篇新闻 称瑞士某生物学家威尔逊爱德华兹 他在Facebook上说 美国对于世卫的施压 使新冠溯源工作变成了政治工具 随即瑞士大使馆紧急出来辟谣 说瑞士没有这个公民 我还记得当时中国网上有一片洗地的声音 说没有人举报政府会用自己的本名 但是根据脸书最终的调查 这个账号来自于一家叫四川无声信息的科技公司 而根据其公司检验 这是一家曾经和公安部有过关联的公司 不过目前该公司也是问题重重 其已被列为失信名单 其法人也被限制消费 官媒被抓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多 但是对于中国自媒体 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典型的比如 法国巴黎黑人新生儿超过白人 法国将被穆斯林占领等等 这些新闻完全是捕风捉影 你甚至找不到原文的出处 这些文章像是根据命题作文写的 而这个命题作文的题目则是 请杜撰一个故事证明中国即将复兴 而欧美即将衰落 外国有没有一些媒体胡说八道呢 这当然也是有的 像英国的每日邮报 前天说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 后天又说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 只不过中国媒体和他们不同 外国媒体他们的想法比较简单 就是制造一些骇人听闻的新闻 以打磨大家的时间 同时获得自己的流量 大量内容毫无根据 但也没有普遍的政治立场 属于大家喜欢看什么 它就报道什么 顺从民众的意志 但是中国的媒体人 它就不一样了 它是有主观想法的 它是有引导性的 同时这些官媒的媒体人 他们知道自己看到的真相是什么 但是为了讨好权贵 绞尽脑汁的去篡改真相 他们手中虽然没有拿着墙 但是依靠手中的笔和手中的键盘 扼杀了中国的真相 扼杀了中国的未来 希望他们最终能扼有恶报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多伦多方脸 我一直在试图传播真相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支持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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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